尤其是最後的五十個國家 香港就是屬於現在最差的五十個國家之一 都是世界上臭名焦章的獨裁專制國家 和非常落後的發展中國 他們就是享有這樣的位置 香港真的很慘 幾年之內 新聞自由度跌得很慘 但是這件事你不可以少看 這兩位《立場新聞》的總編被判 只是一種見證新聞自由的墮落 因為他們沒有犯罪 他們說他們寫了一些煽動罪 什麼叫煽動罪 根本是講不清的 就是說你不可以寫任何一篇文章裡面 比如對香港政府一些做法 或者對中共一些做法 有批評性的話就不可以說 你不批評就什麼自由都有 這些不是叫自由 這些叫專政 獨裁專政 所以香港現在的新聞自由是非常非常慘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觀眾大力支持 好像Lily 看香港 你扮這些自媒體 因為香港 看中國 對不起 看中國 看中國 香港頻道 我意思是說 看中國頻道 或者看中國 都是一個媒體 這些媒體在最艱苦的時候都永遠有勇氣 將真實的話 將真相說出來 這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希望大家全力支持 我估計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會好轉 一天有好像李家超那樣的特首 只是看共產黨的面色來做事 而北京一天是共產黨坐在那裡 而香港一天是共產黨控制了 香港的新聞自由只會繼續惡化 不會好轉 大家要做好思想準備 不要有任何幻想 這個是肯定的 他們共產黨從80年代開始搞的那些改革開放 是假的 是迫不得已的 它是救自己的那條命而已 他們現在認為那條命已經救了 因為大家要知道 鄧小平上台的時候 中共真的是奄奄一息的 那個經濟差得不得了 是不是跟現在的情況差不多呢 現在都是奄奄一息 還未到那個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鄧小平上台的時候 中國大陸真的是窮得不得了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中國在1978年 就是鄧小平上台那一年 它的人口是佔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現在中國人口仍然是世界大約五分之一 大約 少了一點 大約 那五分之一的人口 你如果是一個正常經濟體 你的經濟所創造的財富 應該是全世界財富的五分之一 那你就正常了 但是當時鄧小平上台的時候 中國大陸所創造的財富 是全球財富的百分之三點四 百分之三點四 所以中國人窮得不得了 你想一下 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只是創造了百分之三 三點四的財富 那這三點四的財富呢 要由這百分之二十的世界人口來分享 是吧 每人所得到的 是非常少的 另外你分配的時候是不公平的 所以當時的中國人真是窮得很慘很慘的 好了 到了今時今日呢 就是現在前幾年 這個經濟開始明顯下滑的時候 中國大陸勞動人民所創造的財富呢 是全球財富的百分之十六左右 那是不錯的 百分之二十的人創造了百分之十六的財富 這個是中國近代史可以說是最富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了 這個是平均數 百分之二十的人創造百分之十六的財富 但是這百分之十六的全球財富呢 不是很平均地分配給每一個中國 而是貧富懸殊的 聽說應該是中國大陸有百分之一的人 擁有百分之八十的財富 那是很可怕的 共產黨經常說什麼階級平等啊 為人民服務啊 結果呢 是中國大陸造成一個極度集中的資產 百分之八十的資產集中在一小部份的手上 那些腰床萬貫的黨官們 還有一部份由於改革開放 利用這個開放的自由發財的那些商家 他們是腰床萬貫 但是老百姓又不是腰床萬貫 正如李克強自己也承認 有六億中國人一個月的收入 不超過一千人民幣 那大家想一下 一千人民幣你買得什麼呢 這些絕對不可以說什麼小康之家 是共同貧窮啊 不是共同富裕啊 所以這個就是 這些是事實來的 但是呢 他們不明白共產黨人不明白 他們不想明白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新聞自由 其實新聞自由是對經濟發展直接有影響的 你沒有新聞自由 你經濟永遠不會起飛 包括中國大陸最近這一 就是鄧史丁開始搞改革開放以後呢 中國經濟是發展了 而中國的新聞自由相對來說也都是大了的 就是80年代 90年代 一直到習近平上台之前 這30年呢 中國大陸的人確是稍微多一些新聞自由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需要一些國際的經濟訊息等等 這些是可以得到的 以前鄧小平之前 這些小小自由都沒有的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新聞自由 你的經濟是不可能會發達的 不可能的 絕對不可能的 你看看現在排名最高的那些新聞自由的國家是哪些 剛才我提到的 挪威 瑞典 丹麥 這個荷蘭 德國 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全世界屬於最富有的國家 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來的 沒有自由就沒有財富了 所有獨裁專制的國家 所有獨裁專制的國家 你以為你看那個 這個 RF RF 那個名單 那個排名 那些排到最後的國家 全部是經濟連七八糟的 因為他們沒有新聞自由 連有個別的例外 好像譬如說沙特 阿拉伯 因為他們在地下發現大量大量的石油 所以他們雖然新聞自由非常有限 但是仍然可以賺錢 因為它主要是給那些錢 給那些外國公司來泵石油 泵到石油出的就賺大錢就是這樣 這些是厲害的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要 一般的國家沒有石油 沒有那些地下黑色黃金的國家 那他們要靠他們人民的辛勤勞動 人民的創造力 但是人的創造力是需要自由的 如果你沒有給人的自由 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香港人其實創造力很強的 你想想如果香港過去100年的歷史 經歷過無數艱苦的階段 但是每一次香港人都能夠成功的勝出 勝出 就克服了很多很多困難 因為香港人從來是特別有創意的 而且是很勤奮的 不怕辛苦 非常不怕辛苦的 很捱得的一個群體 其實這個是中國人的特性 另外香港因為從以前 1997年之前沒有共產黨的統治 所以香港人的道德 也是比大陸人要很多 其實大陸人原本都很好的 是因為共產黨統治下將它們搞壞了 個個只是想著怎樣升官發財 不擇手段 當你為了名利 情勢去不擇手段的時候 你就什麼壞事都說得出來 你執著這些方面 還有一個分別是什麼呢 香港因為沒有共產黨的統治 所以香港有很多很多民間組織 還有香港的媒體 都是相對來說比較重視這個道德 是很強調人應該有公益心 你看香港基本上 犯罪的情況是相對比較好的 很多年來 當然香港都有壞人 但是都是好人壓倒壞人的 主要一直都是這樣 大陸越來越多人被共產黨搞壞了 動不動就爭爭鬥鬥 動不動就異議我詐 你死我活 那就麻煩了 所以這個國家 是沒有辦法發展一個穩定繁榮的經濟 我意思是這樣的體制 中國作為一個民族 中國人其實是絕對沒問題的 正如好像唐朝啊 甚至唐松元明啊 中國人都曾經創造過無限的財富 是世界被人非常敬佩的一個民族 一個文化來的 但是共產黨就只會騙人 只會騙人 所以我想現在我們處於這個世界 是共產黨那個說謊 騙人的情況 越來越被很多中國人看穿了 知道你是騙人的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的前途所在 越是多中國人看穿共產黨那些 騙人的東西 越是沒有人相信它那些謊言 那些謊言 那中國就有希望了 是 講回這個中國大陸 就剛才說出現這個嚴重的經濟問題 那維權的抗議活動 都在那裡逐漸增加的 雖然這個官方就嚴密這樣封鎖消息 但是海外監察機構 是監察到這個抗議的活動 是大幅增加的 但是都是和這個經濟問題有關 是不是這個民眾已經忍無可忍呢? 是 吳先生 一部分是隱無可忍 一部分 因為都是這樣的 當一個社會的經濟下滑的時候 不會說個個同事受到衝擊的 通常譬如說現在訂單少了很多了 很多中國大陸的工廠 尤其是外國來的訂單 歐美來的訂單是明顯減少的 那就是說呢 開工量就少了 開工量少了 最後那些企業老闆就炒人家魷魚了 因為我不需要那麼多人了 我公司原本有五千人在那裡做的 但是現在我訂單少了 少了百分之三十 那我養這一幫人就是大規本 所以他們就會裁員 裁員是什麼? 那被裁的人或者失業 那有些可能還可以找到一個新的工作 但是當成盤經濟在那裡下滑的時候 找工作是很難的 因為每個公司都在考慮裁員 所以被裁的人肯定是非常不滿的 尤其是有些人因為失業 他開始窮則施變 他就開始想了 他說豈有此理 幾十年前共產黨講得很好聽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慢慢就輪到我了 結果輪來輪去輪不到我 一部分人富起來是真的 那些黨官腰藏萬官 那些大商家老闆也要藏萬官 他說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就是說我可能屬於後來要富起來 但是我已經熬了三十年都還沒有富起來 還現在失業了 那你想想 沒錯 這些人 現在越來越慘了 不但沒有富起來 還越來越慘 沒錯 根據這個共產黨自己的統計數字 有一個數字很有意思的 就是每年中國大陸發生了幾多次的 所謂群體鬧事事件 或者群體抗議事件 那最近好像是去年的統計 一共是發生了18萬 18萬中一年裡面 那你想想一年有三百 一年有三百六十人 一年有三百六十人 那你如果用十八萬去除三百六十五 那每天都發生很多 對吧 我根本我的心算沒有這麼快 但是我可以想到 都不少的 即是無數已經數不清楚 那還有意思是什麼 其實是不止十八萬的 其實是更多 為什麼呢 以前 以前 我記得大概應該十五年前 那時候的數字 我又記得有一年 應該是2010年 即是十四年前 十四年前 我看過這個數字 又是十八萬 我想一下 那是不是 就是 共產黨控制到可以 最近這十年來 這十五年來 沒有增加了群體抗議事件 因為十五年前是十八萬 現在又是十八萬 去年又是十八萬 奇怪 後來我再去研究一下 原來這些是共產黨的典型宣傳伎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十五年前是十八萬 群體抗議呢 你看它什麼叫做群體抗議 當時呢 當時 他們的定義是什麼呢 凡是每一次鬧事的時候 參與鬧事的人 超過十二個人 就被定性為群體鬧事 群體鬧事 群體抗議或者鬧事 但是呢 他們發覺 哇 年年增加 十八年前是十八萬 那可能十年前呢 就可能是二十五萬 明白嗎 一路越來越增加 結果呢 幾年前呢 這就是共產黨的典型那些 騙術 它是一個專業騙子來的 那上面共產黨的頭就規定了 你們那個定義是錯的 十二個人 太少了 不算是群體抗議 不算是群體鬧事 那新的定義是什麼 一百個人以上的 才算是群體鬧事 一會兒 一會兒 立刻 全國的鬧事事件 的數目 都明顯下降 所以 去年呢 雖然 仍然是等於十五年前的 十八萬 鬧事 但是這十八萬是 每一次 最少一百人參加的 就是 其實呢 是非常嚴重的 它可能再過一段時間 它又要改的了 要五百人參加才是群體鬧事 總之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剛才Lily說得對 就是 老百姓對這個政府的不滿 對共產黨的不滿 是與日俱爭 與日俱爭 只是 由於共產黨的強權控制 極權控制 所以 很難聽到抗議的聲音 但是 反過來 我們作為自由世界的一員 我們要明白 當在這種極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 如果有一個人 敢出聲抗議 那就已經說明 那個不滿程度是非常高的 是吧 因為在一個自由國家 好像德國那樣 經常 小事的時候有人出街示威 警察也不會去打壓他們的 最多是派一輛警察 坐在那裡看著 沒有出事就算了 是吧 就是這樣 但是 在一個極權國家 你不可以隨便去抗議的 所以 比如說 去年 這個 什麼 彭立法 在北京 四通橋那裡掛一個幸福 好 好像有些人 有些 可能有些 親共的人說 哎呀你們小提大做啊 掛個幸福 在美國 在你德國 大把人掛幸福 有什麼怪啊 是吧 這些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但是絕對沒有道理 因為 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有人掛幸福 抗議政府什麼不好 這些確是屍空見怪的事情 但是 很少的事情 就已經可以 有人這樣做了 但是在中國大陸的 共產極權統治下的社會 有人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說 那個不滿程度 那個不公正 不公道的程度 是非常大 因為每一個打出這個幸福的人 他是冒著他生命的危險 我敢跟任何人打倒 我現在馬上可以去 德國一個城市的中心 打我一個幸福 我說這個 某某某某這個 我說我不應該被減工資 我今年 工資少了 比去年少了百元之十 沒有人理我的 最多有人笑我 我打 打到我 我腳都軟了 肚都餓了 那我就回家了 西方社會是這樣的 隨便地 政府隨便地 那些大報紙 都不會什麼大力報導 沒有人理我 是吧 地方那些小報紙 可能會報導 說昨天有個傻佬 站在那裡說他 被人炒了 工資少了 包含之手 都不知道是不是他是神經的 精神病 還是他那天跟老婆鬧一架 所以出去發洩 是吧 所以 這個完全不同的 但是 如果在中國大陸 我去打個幸福 說我 我因為失業 我要抗議 即使是這麼小的時候 我都是會冒了很大的危險 可能我會被警察抓去勞改 是吧 甚至是失去生命 好像那個彭立法 那個四通橋事件 到現在 他仍然是下落不明 就是 無影無蹤 其實是對一個民主自由國家的人 就像我 從小就在民主自由國家長大 簡直是天方夜譚 一個人 怎麼可以被警察抓了之後 然後成年 完全沒有交代 他是死了 還是仍然生病 還是被關 完全不出聲 沒有人知道 這些是一個民主自由國家 永遠不容許發生的事情 真的 不過 你剛才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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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滿情緒和抗議 越來越多 這個是事實來的 好像最近有一個年輕人 30多歲的年輕人 叫做什麼 黃苗 什麼 我忘了 黃苗 好像是吧 總之是一個 一個年輕人 30歲左右的年輕人 他在網上 他自己是能夠上YouTube的 他在油管那裡 最近上了一個 一個視頻是什麼呢 是 他告訴別人 他已經用實名 真實的名字 黃苗什麼 黃苗 什麼 就是 什麼 什麼 是 控告習近平 他是 他是 將他的 控告書 已經寄了給 中國共產黨 這個 中央什麼 紀律 中紀委 中共紀律 紀律委員會的 負責人 是 控告習近平 犯了罪 對人民犯了罪 因為 因為 他犯的罪 其中 作為例子 這個 什麼 什麼叫 黃文亮 是不是 就是那個 新冠病毒 李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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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被 迫害 甚至自死 其實他是想 講給中國人聽說有這樣的新冠病毒 如果他沒有被迫害 可能很多人知道這件事 事件就會 就是死了 死的人會少很多 以及列舉一大律的例子 控告他 他用真名控告 這個人 我後來在網上看一看 他真的有一個油管的頻道 他的頻道 有不少很短的視頻 那些視頻 有些都挺有幽默的 他一直在散播著 對中共的抗議 我記得其中有一個短的視頻 也挺好看的 他自己 他自己扮演共產黨 又扮演老百姓 老百姓和共產黨的對話 共產黨和老百姓說 我要為你服務 老百姓就回答 我不需要你的服務 我的錢都被你化光了 我不需要你的服務 共產黨說 我必須要為你服務 老百姓就說 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你不要客氣了 我自己找其他人為我服務 共產黨說 你真的想不讓我為你服務 很兇的樣子 老百姓就害怕 好啦好啦 那你繼續為我服務 那就完了 雖然是一個很短的視頻 那些人說出很多大陸人的心聲 因為共產黨 由一上台 就一直說宣傳說他們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都提到這一點 事實上他是要人民為他服務 說個口 口就說為人民服務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本質 大家千萬不要有幻想 他講得很好聽 他宣傳上經常說為你服務 但是你一定要為他服務 你不為他服務 你就慘了 那他就來打壓你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好 好